拥有爱已经感到很幸福 拥有爱已经感到很幸福 想你 感觉空气里有你 想你 偏变的岁月变得像你 有你 酸甜苦辣也熬过去 虽然很开心还在一起 就是收容审查 你 你们不能乱抓无辜 我们 我们哪儿触犯法律了呀 她真的是我妹妹 如果你们不相信 你们可以打电话问我们的父母 明天我们自然会调查 不过今天呢 你们还得跟我们走一趟 同志 我明天一天的事情 你要是说不清楚 这个女的为什么要在你房间睡觉 明天你可真有事 什么女的 我说过了她是我妹妹 她在我的房间是临时的 是因为她房间的空调坏了 小姐 这位小姐可以帮我证明 证明我妹妹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里 对 快说 她是你妹妹 我不知道 你别走啊 请你配合我们 我们今天的任务还很多呀 我们来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服务员 找到她就能给我们做证明了 快收拾一下 跟我们走 再浪費时间 我们要采取强制措施了 你们不能这样 就是的 走 哥 我有点怕 没事 尽量让人蹲一休 没得把身体收起来做就没事了 好吗 没手机呢 这家伙兜里呢 快没电了 准备想封锁 把照片关了 好 诶 不许说话 回来 回来 喂 老爹 你把马子挂起来 滚 什么马子 都是我妹妹的 唉 别装了 唉 我今天真这么的倒霉 马子迷你的证 赶紧这么多 亏大了 你搞错了 我们是被误会 跟你不一样 我们明天给你把事情说清楚 你做什么状态 明天请看你拍桌子 你什么都说了 说不定 咱们还在号子见 我说你是不是欠造 唉 哥 哥 算了吧 咱俩在这儿了 安静 安静 第一次被逮进来吧 别以为过今天晚上的万事大提了 这次是公安 扫房打个大行动啊 嘿 认栽吧 说什么啊你说 不是不让你们说话吗 不是不让你们说话吗 好吗 他梦了 好像喘不过气了 坚持一下 把事情说清楚了就没事了 拿来站这边 女的站那边 把随身武器拿出来登记 不准隐藏任何东西 真懂 要是我也行政 就没这么多麻烦事了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真是 我们俩说话 滴滴咕咕的说什么了你 你过去过去 过去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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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来你这边来 你说那边 白哥 什么哥哥妹妹的 这就是警察局 严肃点 可是警察同志 我跟我哥 我们俩真的是被冤枉的 你们误会了 你别急 会给你们讲话的机会的 轮到你们审查的时候 你尽量说事实 我们不应用好人的 可是我们根本就 别口实口实了 站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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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夕 别别怕啊 走走走 前面走走走 快去 哥 我也要跟你一块去 你是男的吗 对不起对不起 警察同志 我妹妹她还想 小夕 你要乐观一点 我相信我们的事情 很快就跟你说清楚 要坚强啊 走走走 听话 走走走 哥哥 哥哥 你过去 书上到了 来 买买 这货这么快就收到了 小夕哥真能干 就是 我给他打个电话 告诉他咱们收到货 好 奇怪啊 他怎么关机了 会不会在飞机上 他不说办完事就回来吗 不会 他要回来 会提前打电话告诉我的 对了 我听说 鲜勇也去海滨市了 会不会他们兄弟俩碰见了 一块出去玩去了 这倒有可能 志勤 我看你也该给小夕 放几天假了 好不容易出去一次 你就让他跟他哥好玩吧 这倒是 大静 你还得帮我个忙 咱们开开箱子验验货 好 走了 周大夫 院长叫你去开会 好 周大夫 先有给你打电话了吗 没有啊 可能是忙吧 昨天晚上 我给他住的宾馆房间打电话 也没有人接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不会的 没准是跟小夕出去玩了 南方的夜生活多 什么逛街呀 吃宵夜呀 出去玩回来玩了吧 兄妹俩在一块 不会出事 是吗 那我去开会了啊 哦 哦 谢谢你 您先带着这个事 没有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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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妄想和我们拖时间啊 给我老老实地交代问题 我真的 别耍花招啊 真的 我 我还有小船 你干嘛 怎么回事 咱们送箭吧 你们公司证明了你的身份 而且宾馆已经证明了 你和你妹妹开的是两个房间 由于意外空调坏了 所以你可以走了 那我妹妹呢 她在调查中笑喘犯了 现在在我们指定的医院里治疗 医院在哪 因为我们这次行动非常大 我们收拾的病人中 有精神病人 性病人等 我们指定了三个医院治疗 你妹妹在哪个医院 要找送去的人去问问 那麻烦你帮我打个电话 帮我查一下好吗 好 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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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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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你就放我出去吧 我在这儿再也带不下去了 不行 警察说了 你家后面还有一些人都拿了 我跑了跑了 我全都好了 你要放我回去 我跟他们近视镜数 别吵了 你们真的是 你快找你了 你看看你 变成这样还跟我去麻烦 你就让我进去 你就让我进去 你让我进去 你就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你为什么 我很忙 你安静了 我去哪里 你已经用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你下次再见着我的时候 这扣子肯定丢了 来我帮你 那我会了吧 不用不用 就这么穿的 小齐 来电话了吗 来过一个 没说两句就断了 可能手机没电了吧 我怎么给仙勇打电话 他的手机也是关的呢 这俩孩子是不是在一块 放心吧 我让仙勇照顾小齐呢 好了 真不好意思 小齐不在 还给你些麻烦 没什么 你以后 有要你洗的衣服什么的 你就拿来吧 我帮你弄 谢谢 你怎么还跟我客气起来了 这个星期日又是我值班 我看看我的 我是下星期六 老周 喂 可不可以和你换个班啊 我老婆也上轮班 这个星期日正好休息 她想让我陪她去看场电影 很抱歉 星期天我有安排了 这下回家 又该听她唠叨了 林大夫 你是个气管炎呢 谈不上 他这个人啊 就是爱唠叨 所以尽量让开点的 老周 怎么没听你提过 你老婆的事情 我老婆在杭州 看病啊 请进来 周伟 柳婷 这位是 你好 我叫柳婷 我是周伟的妻子 初次见面 请您多关照 你把这个都带来 我闷的时候可以画点东西 我知道你特别忙 肯定不能经常陪我 在家的时候 我天天看日历 数着你回家的日子 你生日快到了 我想给你个意外惊喜 就让保姆帮我送到这儿来了 在院门口 我给他放了假 他可高兴 他好久没回老家了 你这样出来太危险了 万一找不到我呢 怎么会呢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难道 你还会在什么别的地方吗 没有 我不是这意思 我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呀 你这样出来 走 不说了 既然来了 你好好休息吧 嗯 我去上班了 下班以后我马上回来 嗯 啊 周伟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就什么都不害怕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嗯 我把号码给你留下 啊 嗯 我给你放这儿 好吧 嗯 那我走了 我走了 去吧 诶 珠啊 诶 你看一下超市吧 我到外面去买一点东西 买什么呀 咱们那儿不就超市吗 我买的东西超市里没有 周伟啊 过生日 我想给他买什么礼物 哦 他过生日啊 哎呦 还真想不出来给他买点什么好 哎 要不然啊 咱们一起给他做顿好吃的 做好吃的是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 我是觉得做了好吃的之后 我应该额外再送他点什么礼物 可是分开都二十五年了 我也不知道这二十五年里 他有什么新的爱好 那就按二十年前的喜好给他买呗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他喜欢篮球啊 我总不能送一个大篮球给他吧 那也是 那这样吧 你还是上街上去转一转 我真是没有好的建议供你参考了 去 哎 我有个好的建议 你呀 问问他 你怎么来了 不上班啊 哎 人家不是想你呗 去 我想跟你说件事 哦 你们聊你们聊 我呀 不探听你们的秘密 嘿嘿 谢谢 星期六 星期六我直奔 我不能来吃饭了 哦 是吗 那我们就赶在星期六庆祝行吧 星期六我有手术 来不了 我就是 来告诉你这件事了 那我先走了 周围 莉莉啊 她到底有什么事啊 不知道 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有什么不对劲啊 她不肯说 我总觉得 她身边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女人呢 不会吧 我回来了 哎呀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这屋子说得真干净啊 我不是说了 我让你说 我真的要干净的 我 我能吃饭去 想吃什么呢 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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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西餐吧 行 我们在附近 有件挺好的西餐馆的 有你最爱吃的 吞拿鱼沙 我说了算 快点衣服吧 热心 真的 周伟 这个扣子是谁帮你钉的 这些西心 连这都看出来了 是 是小七丁 看这线头挺新的 估计是刚钉上去不久 肯定不是小七丁的 因为小七丁扣子用的都是双骨线 真不愧是母女 是我们医院一个护士帮我钉的 我怕你疑心 所以 说是小七丁的 你们医院的护士对你够好的 别多想了 好 你怎么去吃饭 好吧 好吧 不是我不想陪你去 是真的没人愿意换班 人家都盼着星期天的 老周也不行 他老婆刚来看他 我这儿还有事啊 回家再说 再见 您好 您好 是找你家老周吧 是的 他不在吗 他在做一个小手术 一会儿就好 你先歇一会儿 谢谢 你是从哪儿来啊 我从杭州来 我跟老周 我们的家在杭州 他从来没跟你提起过吗 老周很少说家事 也从没听得提起过 我的意思是 我们在一起讨论的 都是学术方面的事 很少涉及家事 老周是很敬业的人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比方说 这次交流医生吧 所有的人都喜欢去大医院 不好意思 你们这家医院 没有人愿意来 他来了 他这辈子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他总是去做 是 老周是好人 大家都知道 医院上上下下 全喜欢他 都希望他能留的时间 长一点 其实他也挺惦记家里的 我真的害怕他都梦坏了 真不知道 他上班之余 都去哪儿消遣 好像也没听他说 去哪儿消遣 除了在医院和宿舍里待着 就是经常去幸福街买东西 幸福街 火山里面和宿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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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网友 还会知道 从拥有爱 已经感到很幸福 我想你 感觉空气里有你 我想你 天变得惨愿 变得想你 有你 酸甜苦辣也熬过去 虽然分开心还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